欢迎大家收看Macintouch OS教学视频 我是讲师秦春 那么我们想通过这套视频 给大家讲解有关OS操作系统里面的一些使用方法和技巧 以及它的一些工作原理 帮助大家能够快速的理解这个操作系统 并且能够在工作当中进行快速的上手使用 那么今天讲到了第一集 主要是讲到了这个软件的一个界面特性 以及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概念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 OS操作系统是苹果基于这个UNIX系统开发出来的 UNIX操作系统 这个系统其实在早期的服务器里面 包括现在的这种大型服务器里面都在使用 那么它衍生出来之后 那苹果的设计师把这个界面做得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知道苹果主要是以界面著称 就它的这个操作系统的用户体验来著称 那么骨子里面呢 其实它是一个轻量级的操作系统 它不像Windows操作系统这样的复杂 那么Windows操作系统呢 主要是用C语言来编册 那么C语言呢 为了用菜单 那么需要大量的编译 产生菜单的效果 那么苹果的这个操作系统呢 很巧妙的利用了这个软件和这个硬件之间的一个平衡 也就是说它的开发平衡的特别好 那么让这个操作系统呢 又漂亮 然后又轻巧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的感受 所以OS给大家感受 就是一个非常轻松轻巧的一个操作系统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讲讲这个有关界面的问题 那么大家可能会想到 我录这个视频用到了什么样的这个录屏软件呢 其实非常简单啊 就是用到了这个苹果的QuickTime这个软件啊 就可以来进行使用啊 QuickTime里面本身有一个录屏的功能啊 就可以来进行使用 那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一个状况 就是上面这个东西呢 我们称之为叫状态栏 很像Windows里面的状态啊 Windows里面状态栏是放在底部的 对不对 那么在OS操作系统 在OS操作系统里面呢 它是放在上方的啊 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经常碰到的时间呢 啊我们通常情况下碰到都在右下角 对吧 因为它是放在上方的啊 这个地方需要注意 那么下面这一排呢 就Dock啊 Dock这个功能呢 其实就是类似于啊 Windows里面的这个开始里面的一个菜单啊 是放在这个里面的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所有的这个软件呢 都可以放在Dock上面啊 比如说苹果啊 一定要装这个Photoshop 对吧 不然的话太对不起这个电脑 对吧 那像苹果电脑的这个PS啊 那装上去之后呢 我是把它放在这个位置的 可是我不想把它装到 不想把它放在Dock上面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点鼠标右键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把它呢 从Dock上移除 然后把它移开啊 移开 那我想把它装回去怎么办呢 注意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玩过这个iPhone的手机 都知道有一个AppleStone 对吧 那比方苹果的OS呢 也有这个玩意儿 那点开之后呢 就会打开这个所谓的AppleStone 那么这个地方有个问题 它是打开了AppleStone 那这个软件的界面在什么地方呢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个位置啊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叫做Launchpad 是吧 那么也就是它的一个啊 我们看到了软件存储的地方 那么我们点这个位置呢 可以点开之后呢 还有一种就是用 这个啊 我们称对叫什么 就是触摸盘 是吧 触摸的这个鼠标啊 那么我们可以触摸的这个触摸屏 触摸盘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苹果机啊 这个苹果机的一大特色 就是不用鼠标 也可以进行很舒服的操作啊 就这个时候 那么可以用三只手指头 向中间聚拢的方法啊 你看三个手指头啊 三个以上的手指头啊 在这个里面进行聚拢啊 那它就会出现这个状态 你看也不需要任何的鼠标操作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PS装好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按住它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拽到这个啊 Dock里面来啊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操作系统里面啊 常用的一个操作 就是把你常用的一些按钮啊 把它放到这个里面来 那么这个地方 也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在Dock上面呢 凡是碰到这种 大家注意看 下面有个小黑点 这种就表示什么呢 表示它正在使用当中啊 也就是说它没有关掉 它是一个最小化 或者是在后台进行执行的一个操作 对吧 一个小黑点 那么要关掉怎么关呢 比如说像这一个items要关掉 就这个时候呢 点鼠标右键啊 这个地方一定要点退出啊 把它这个关掉啊 如果你想省电的话啊 就这样子的来操作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讲一个这个操作系统的一个核心理念 就是什么呢 就是状态栏跟软件是紧密结成的啊 比如说我现在打开了是这个finder的一个软件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上面这个地方就显示成finder 如果我们打开一个photoshop 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个photoshop这个软件啊 我们打开 打开完之后大家注意看 上面这个地方呢 就会显示成叫photoshop 那那如果我们把它 我如果把它最小化啊 把photoshop最小化啊 最小化的之后 它会放到这个位置 对 然后假设我们再打开 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一个啊 比如说自带的这个系统 对吧 就是类似excel的一个系统啊 那么我们有机会呢 后面也可以给大家介绍啊 这个软件来怎么使用 那这个时候点上去呢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是个number啊 那么需要注意事 那这玩意儿是干嘛用的呢 啊对吧 那这个number是干嘛用的呢 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给大家讲讲啊 它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说所有的软件的设置啊 比如说我打开一个photoshop 那么这个时候我点这个photoshop 你会发现有关photoshop的一些设置 那么都在这个里面 你看 比如常规设置 我要设置它的尺寸啊 windows的一 啊里面软件的一些特性呢 它都是在这个里面进行设置的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呢 是跟我们啊 是跟我们这个windows操作系统完全不一样的 windows操作系统呢 是所有的设置都在软件里面来进行设置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装一个啊 我自己装了这个有关啊 Mac版的 就是微软出的有关Mac版的啊 比如说office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它点开啊 装了一个excel啊 我们来试试看 好点开之后呢 点开之后啊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把它打开啊 随便打开一个好了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也是什么 excel 那你会发现这个偏好设置啊 这个人进去之后 你会发现哦 原来这个地方就是设置什么啊 比如说网核线啊 什么呢 都在这个里面 如果你对windows操作系统比较熟悉的话 你会发现哦 原来设置是在这个里面设置的 对吧 比如说这个颜色的主题啊 经典啊 改成经典啊 是吧 那就变成以前的白色 那如果要有颜色啊 就可以改 是吧 包括字体的颜色 默认字体是用什么颜色 对吧 字号大小多少 都可以改 对吧 那它都是在哪里呢 都是在这个里面 包括上面那些文件 比如说保存 那保存在哪里呢 如果你 这个excel玩的 你发现哎 保存在这里 这里有个保存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 它上面也有这种功能 你看没有 文件啊 然后也可以保存 你说它的一些菜单呢 是集成在这个状态栏上面的 啊 这个是我们这个第一讲的一个重点啊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理解 任何的一个软件啊 的设置啊 比如说减日历放上去 那么注意 这个地方就显示成日历啊 偏好设置里面 就设置日历的一些属性的 一些方法和技巧啊 所以这个呢 大家也了解啊 好 那么我们后续呢 会给大家讲讲有关啊 这个软 这个这个操作系统的一些啊 非常有意思的特性啊 或者是我们平时工作当中 或者操作当中碰到的一些疑惑的问题 那么我们在后续的这个内容当中都会给大家讲 好 那么我们今天这一讲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